Hello 大家好 朱春好 不知為何剛頭佬最近零射狼胎 昨晚10點半左右澳門發生一宗嚴重傷人案 在安警下午2點半交代案情 指一名澳門50歲姓抗的男子 涉嫌以鐵錘襲擊50歲前妻 好像打傻瓜打 遇襲女子頭骨破裂部分碎骨穿入腦部 已經完成開腦手術 尚未恢復意識 現正在山頂醫院深切治療部 事發於昨晚近10點半 現場是阿里亞加街和沙加多拉街交界 治安警表示當時有四名途徑休班治安警 見到女子倒地受傷 當然頭破血流 涉案男子站在身邊 手持鐵錘 並將鐵錘棄置在路邊坑渠 休班警將男人制服 並由途徑女交通警扣上手 勾扣治安警並引述被害女子的同行朋友 說 剛頭腦施襲後 他曾試圖阻止 但被男人恐嚇 威脅須不需要打你 為何狠狠襲擊前妻 疑犯公稱被前妻控告家暴和強姦 產生作案念頭 平時將鐵錘放置在電單車頭盔箱裡 不時經過受害人註指的企圖作案 而事發時 剛好遇見前妻 於是拿出鐵錘施襲 打他頭 企圖結束前妻生命 警方發現 男人電單車裡還放了一把利刀 相信準備用作襲擊被害人 但昨晚沒有用到 蔣景說 在2017年下旬 被害人已經向司警局檢舉 男人家暴和強姦 兩個人在2020年離婚 男子報稱任職私人司機 被落案控以加重殺人未遂 金融武器恐嚇罪 案件已經移送檢察院 這些罪成多數要坐十多二十年牢 好 這集就在這裏想支持我 數片未截到以為嗎? 多謝你支持 下集見